欢迎收看美国针製造的美国专讯 我是任敬让 人类对高科技已经垂手可得 有两组发明家说 很快我们将会有新的飞行平台 以及飞行自行车 下边来我们的记者普太奇的报道 好像踩单车一样的飞来飞去 一直是很多发明家长期的梦想 但是这类飞行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始终是一个巨大难题 作为相关技术 好像四组飞行器和高容量电池等 在过去的十年间得到发展 个人飞行器的梦想已经接近现实 英国公司马洛伊航空 展示了盘船单车的原型 并且说这个将成为真正的个人飞行平台 马洛伊航空的营销总监 格兰德、斯台普顿说安全是首要的关注 设计师想出重叠转子的创新概念 这些内收式旋转长可以在封闭的空间里旋转 马洛伊航空公司正在对三分之一比例的模型进行测试 同时也正在测试一个寸系住的圆尺寸圆形 发明家说他们的盘船单车最有可能 首先用于军队、警察和救援队 而同时新西兰的马丁飞机公司 已经在测试圆尺寸的个人飞行装置原型 这种叫噴气包的飞行器 能够在一千米空中飞行超过30分钟 达到每小时74公里的速度 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德考客话 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德考客话 考客话 噴气包飞机2016年年底能够上市 价格是20万美元左右 记者普提琪 华盛顿报道 我们很少想到地球磁场 但其实它是地球存在生命的重要条件之一 产生磁场的地核变化 我们亦知之甚少 我们的记者普提琪 最近就到访马里兰大学一个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里面的科学家 正在尝试复制我们脚下3000米的环境 下面是有关的介绍 在地球深处 3400公里范围的铁水 以及是链 以及中心的固体铁球产生的电流 是形成地球磁场的原因 最直接的好处就是 它是导航当中发挥的作用 但是马里兰州大学物理学教授 丹尼尔·莱斯罗普就说 好处不单是这些 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实验室里面 莱斯罗普和他的团队正在努力研究 这个是如何发生 旋转一个铁水球是不太现实的 研究人员组建了一个合适的替代品 一个直径三米宽的旋转钢球 里面有12.5吨的蜜 一种溶点不到100摄氏度的软金素 一个一米宽内部没有磁性的钢球 被用作为是代替的实心 两者都可以独立旋转 慢慢旋转 它们是没有制造出所谓的发电机的效应 这种的效应被认为是产生磁场的原因 这种试验能够为大家为可能发生的地球磁激反转做好准备吗? 莱斯莱普就说要预测经历几千年的变化是很难 莱斯莱普还注意到地球磁场的强度在过去的一百七十年当中下降了接近百分之十 所以反转进程或者是已经开始 幸运的是这个改变得很慢 不会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 记者普提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谢美国针製作的美国转信 我是吴敬药 下期节目时间再见